输光终究会到来 穿过秘密 谁又爱 相信真假中能分别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啊 对不起 请 你还要注意观察 你怎么没窍门进来了呀 晓杨 这是我的老病好了 你先去忙吧 好 车怎么了 受伤了 让我看看伤口 什么时候的事了 有一几天了 来 慢点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你要是再晚来一点 这条腿恐怕就保不住了 你等一下 我去拿东西准备消毒 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一个 戴礼帽的瘸子 男的 没有 你真没看见 我骗你们干吗 谁是什么态度这是 请问 我骗你们的车留个人 来 来 来 潘总 跟上 潘总 八号处在这边 这您挂内科的号 内科 我们是军人 直接看外科医生 懂吧 是 好 你们就在这儿等着 是 晓妍 你要外面病人等一下 我这儿还没处理完呢 韩某是黄医生的老病号了 不知道有没有插队的特权啊 大表哥怎么来了 哪儿不舒服吗 你怎么能说我不舒服啊 我是说我是你黄大夫的老病号 难道不对吗 我是路过这儿 顺便来看看表妹 看你这样 好像是不太欢迎我啊 韩团长是抗日名将 我哪有胆子不高于你啊 不知道是真欢迎还是假欢迎 我知道表妹是爱读书的人 你要的那本 《基督山伯爵恩仇记》 我给你搞到了 这可是本好书 我建议表哥要好好看一看 我一共搞到了两本 一本留在了团部 这本是送给你的 这样我们兄妹俩 就可以同看一本书 共谋一桩事咯 表哥玩笑了 你是军人 我是医生 我们两个 怎么可能共谋一桩事呢 我们既然都能看一本书 就不能心里想着一件事吗 好 表哥 你这儿里有病人 是个外乡人 腿被狗咬了 长官 你是什么人 职业 他是猎户 我在问他没问你 我是个猎户 怎么受的伤 打猎的时候被狗咬了 你有什么打猎 公路陷阱 还是用鸟枪 用枪 唐总 唐总 什么事 说 证据队的沈家德 带着人包围离医院 他来干什么 说是要缩补 混进医院的公道 你先出去吧 我和表妹 还有几句家常话 没有说完 别让证据队来打扰我们 是 好 表妹 表妹 你看我送给你的书 怎么会这样不珍惜啊 别弄脏啊 读书人嘛 要好好善待书 表哥 我想请你帮个忙 请我帮什么吗 不会是又找什么书吧 这个人不是猎狐 他是个当兵的 假如征机队把他抓走了 给他安上一个逃兵的罪名 恐怕就不好解释了 你是航武出身 是 九亚韩团长是抗日名将 今日有限能够见到 不要给我带高貌 说 你为什么当逃兵 表哥 他是好人 我们是在抗战的时候认识的 是他在日本人手里救了我的命 你是个军人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当逃兵 我不是逃兵 七十四十日被打散了 我流落到此地 闪开 你想干什么 快放手 闪开 我告诉你 我们侍奉军部之命 搜查共匪残余 我劝你老实点 韩团长有留任何人不打扰 什么韩团长 我搞你耽误了事 你耽误了你耽误了你 你自然躲我就不客气了 你 快放开 我进去 备兵 处处 把这个逃兵给我带走 是 不要 我给你们走 表哥 走 怎么回事啊 这是什么事 不知道 菜菜不是好好的吗 快去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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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队长 幸会 幸会啊 怎么在这碰着你了 韩团长 你这是 一个逃兵跑进了医院 把他抓回去 带下去 是 走 上上 你是说 怎么会让他逃出来是吗 那是寒毛管教不严 沈队长 有机会到军座那儿 再揍我一本 好 我先走一步 这就是说 韩正勋带走的不是逃兵 而是共党 我跟了那个瘸子 后来进医院 人就不见了 人就不见了 所以我就请沈队长 带人来包围医院 可我刚到 韩正勋就和逃兵出来了 他们走了之后 我们就进去查 没有找到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 是韩正勋带走的那个瘸子 是吗 是 不应该啊 这韩正勋是邱军长面前的红人 又是抗日的名将 他为什么要去包庇一个共党呢 想不通 想不通啊 我觉着那个瘸子 看 看着眼熟 可就是想不起来 在 在哪儿见我 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共党 而得罪军座面前的一个大红人 太不合酸了吧 韩正勋先不要打搅他 你们下去吧 你们下去吧 上 上 是 是他从来为人生命 救命的力 我不是逃避 七十四十被打散了 会流落到此地 吃饭了 这么丰盛 你们团长是要准备放我出去吗 想得美 今天要看你的运气 如果你运气不好 那么这就是最后一顿韭菜了 什么意思 今天是枪为逃兵的日子 我不是逃兵 我要见你们团长 我跟他有话说 韩正勋团长是你想见也见的吗 我们团长对你们这些做了逃兵刀容 绝不会手软的 你啊 还是自求多福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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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头 练了这么久就这么点水平 不看了 把他们都击冲到手枪连再训练半个月 是 报告 报告 什么事 那个逃兵我带来了 按规矩闭了 是 报告 我不是逃兵 我不是逃兵 你说你不是逃兵 你是什么人 韩村长 我叫胡云海 七十四师十五旅的侦察牌长 都说整编七十四师全军覆灭 怎么冒出你这么个孤魂野鬼 是 确实败得很惨 但实不相瞒 我当时在执行侦察任务 才侥幸活命 也就是说困在孟良故时 你不在军中 对 我来到凌通 本来只想做一个猎户 不想再参与这种兵荒马乱的事情 但是没有想到碰到韩团长 我早就听说过 106团是一个钢铁队伍 韩团长是一个抗日明将 刘夕排马的话我不爱听 听说你是个军人 有身手 是 团长 这小子不会使诈吧 怕什么 给他一支枪 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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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个 有 好 不错 来 给他换制短枪 是 等等 用我的 愣着干什么 是 不错 不错 韩团长 明治枪 我说嘛 我一见到你 我就觉得 你不是一个斯文的人 碰到韩团长 是我胡云海的运气 那是叫缘分 你就留在团部 从今天起来 你就跟着我干 是 团长 大家都忙着呢 你这儿来了 这回做的很多 来 登记一下 来 给我登记一下 来 给我登记二十双 好 叫这边 来 来 数一下 我接着说啊 咱们的战士啊 在前线浴血奋战 对不对 为的是什么呢 为的是 打倒蒋介石 打倒反动派 建立一个 咱们自己的新国家 咱们柳航县的青壮年呢 参军的参军呢 还有一些呢 随军当了民工 拿小推车 支援前线去了 就剩下我们柳航县的 妇女同志了 咱们只要多做出一双鞋呢 那前线 就少了一个光脚打仗的战士 那没准啊 咱们离胜利 就更接近一天了 对不对 就是啊 是啊 是啊 我们也着急着呢 这儿没有那么多的布和线 这个是实际情况 不过没关系 没有布呢 咱们老百姓可以捐一捐 凑一凑 没有绳子呢 咱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 搓出绳子来 对不对 对对 对对 大家都克服困难 支援前线 打胜仗 好不好 好 我们支援前线 打胜仗 没错 大家的积极性啊 都很高 这对前线就是一种支持 来来来 一起干 348那边怎么样了 348一直被严密监视着 我多次设法跟他联系 都没有成功 你不要自作主张 只要他安然无恙 他自然会东山再起的 你们在这儿乱动 有时候反而会帮他倒忙 如果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谁担得起这个责任 是 初作 有一件事 一直在我心里打滚 我不知道 心里面滚什么去说出来 吞吞吐吐干什么 前几天 在医院被韩团长带走 那个逃兵 又是那个瘸子 怎么了 这个人到了106团以后 据说非但没有枪毙 反而升了官 成了团里的红人 什么胡惨 任人为贤 可是韩正勋的一贯做法 可是这个惨貌 恐怕升迁得过快了吧 更重要的是 我们把灵通都翻了个点朝天 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桑义舟 那天我们袭击特委会时 我亲眼看着他腿不负伤了 所以我怀疑那个瘸子 有可能就是他 班长 可以开始了吧 好 今天 一是欢迎胡彩母 二是 听他讲讲华东的局势 来 先干着这杯 来 多谢团座谈 胡参谋 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你的所见所闻吧 我讲不好 怕各位长官见笑 没关系 你本来就姓胡 现在的局势呢 又糊里糊涂 你就胡说八道吧 那好 我就说几句 目前华东的局势 对我军是非常有利 我军的几个重点进攻 连连奏效 共军是一败再败元气大伤 尽管我七十四十被歼灭 但是其他的兄弟部队屡战屡胜 正如我们师座张林浦生田所说的 把共军赶到大海里去位于 已经值日可待 我七十四十的仇 马上就可以报了 放屁 正面说瞎话 你给我滚出去 是 来 坐下坐下坐下 坐下坐下 坐下坐下 你啊 刚来 对我们团长的脾气啊 还太不了解 我们团长啊 那最讨厌的就是 说假话的人 当然了 您不必过滤 有什么说什么 这里呀 没人会责怪你 团座 我说错话了 我甘愿受罚 你打算怎么受罚 罚酒三杯 福官 给他买上 是 好 多了 把照拿过来 你不敢说 我替你说吧 鲁南 莱武 泰蒙 孟良顾 南麻林曲 几次会战 国军被打得一败涂地 元气大伤的不是共军 是我们 对不对 孟良顾一战 虽然共军围住了你们七十四十 可是身后 却被几十万国军包围 可是人家呢 就如当年 关云长在万马之军中 取上将首级 那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啊 谁敢不服 要照这样打下去 山东早晚是共产党的天下 好 好了 好了 不说了 不说了 来来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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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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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妹 你推荐的《嫉妒山伯金人筹记》 很好看啊 表哥看到哪里呢 神父告诉了 邓迪斯宝藏的秘密了 后面会更精彩 胡彩墨 胡彩墨 随便坐啊 你的伤怎么样了 好多了 表哥 这才几天啊 怎么就成参谋了 你还不知道吧 我把你的救命恩人 提拔为奏性参谋 他身手不错呀 他的伤还没好 你怎么现在就给他 安排任务啊 君什么 哪也那么娇气的 就是 来 请喝茶 来 你喝酒了 是他让你喝的 是我让喝的 表哥 酒精会影响伤口愈合 严重地会导致并发症 甚至愈合后 又会出现非正常现象 你就是这么管理你的参谋的 小事一桩 他那酒量还了得啊 对了 来 坐坐坐 走 胡彩墨 你知道酒精 会刺激你的神经系统吗 对不起 黄大夫 我下次注意就是了 你身体底子再好 也经不起这么折腾 你自己有没有数过 你身上新的旧的加在一起 一共有多少伤疤 表妹对云海还是很关心的嘛 要是我这个表哥负了伤 也不见得能得到如此的关照啊 大表哥 看来救命之恩就是不一样 胜过血脉之情 当初之所以就黄大夫 也是出于军人的本分 如果说是救命之恩 确实有些严重 胡某可又不敢当啊 抗战时期你在哪个部队 七十四军 整编前的七十四师 这么说 你参加过嵩护会战 和南京保卫战喽 胡彩墨还不知道吧 咱们韩团长啊 可是有名的抗日名将 是获过青天白日勋章的 所以一说起抗日的事呢 就会逃逃不决 表妹这是明保暗匾啊 她就嫌我啰嗦 好 我和韩正勋的关系一直很僵硬 上一次我舔着脸 从她那儿把沈阿贵借过来 到现在还砸到我手里 说到这个阿贵反而提醒我了 我们可以把阿贵 从乡下调上来 帮我们辨认一下那个胡彩墨 如果她真是桑义舟的话 肯定认识她 还是处作高明 那个阿贵现在在乡下 已经过得够逍遥的了 你马上去把她给我调回来 是 报告 进来 慢走 你先看看这个 你怎么看这件事 吃军饷可口火食肺 还用贾音乐代发军饷 简直是害人听闻 应该彻底查处 如果事情硕实 必须严办 否则后患无求 在我的部队里 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 胡彩墨 我打算派你 以巡视训练的名义 到手前连去查一下 尽快查个水落石出 是 等等 我问你 你打算怎么查 写这封匿名信的人 一定知道内情 可以从他身上入手 云海啊 手枪连连副 是我从事故要来的秀才 你有什么事情 可以找他商量 但愿这小子 没被徐毛发给叫坏了 是 去吧 兄弟们 刚才看了大家的战事训练 那就是一个字 强 我们连之所以能够做到 无坚不摧 威震敌营 靠的是什么 一 勇气 二 平时锻炼的真本事 在此 我恳请大家 能够继续 一如既往的 把我们连铸就成 钢铁队伍 好 刘副连长 我们106团的口号是什么 舍身取义 杀敌报国 好 但是没有气势 兄弟们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舍身取义 杀敌报国 非常好 非常有气势 我建议 大家把这八个字抄写下来 贴在自己的床头上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勉励自己 训练长 有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 都听见了吗 听见 好 就按胡三母说的去做 不会写字的找人代笔 今晚之前全部提出来 是 谢谢刘练副 谢谢刘练副 刘练副 真是麻烦刘练副了 咱们我们俩都不太会写字 要不是刘练副帮我们写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呢 谢谢你们 没什么 舍身取义 杀敌报国 舍身取义 杀敌报国 这谁的床 报告人官 我的床 字写得很好 是你写的吗 报告人官 我不会写字 这字是我们刘练副帮我们写的 训练长 有 这个刘练副叫什么 他叫刘庆林 字写得很好 让他帮我写一份 好啊 回头我让刘练副帮你写一份 好 我说胡参谋 你这一招可真是振奋军心呀 每个床头都写上了吗 瞧你说的 该写的都写 你胡参谋说的话 谁敢不从 胡老弟 我正好找你有点事 来来来 到我那里去 来 来老胡 继续努力 刘副连长 刚才那个胡参谋 宽林字写得很好看 他还想让林字跟他 再写一份呢 来来来来 胡老弟胡老弟 请进请进 您是稀饿 请都请不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胡老弟 您请坐您请坐 胡老弟 循连长 你这是 这两天 你也没吃好也没喝好 全怪我 我啊招待的不全 今晚设业略带播酒 我啊好好的给你改善改善 你太客气了 我不饿 您慢用 我先告辞了 不给面子是不 你要是走 就是看不起我许茂帆 去哪儿 去哪儿 许茂带 千万别这么说 我确实有点困难 喝杯酒就不困了 一杯酒下去我保你满意 听说胡老弟是海量啊 就啊咱们就来他个一醉方休 你看如何 其实啊 也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想和你交个朋友 你要看得起我徐某的话 就留下 要是觉得我老徐 没有资格做你的朋友的话 那就请便吧 谁都知道徐连长够义气 既然你这么说 那就奉陪到底 好呀 来 请坐 走 这就对了啊 早就应得正眼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许连长 我刚才怎么没有看到 刘副连长 他去哪里了 那小子是个歪面叔叔 在部队混了几年 要不是团子硬塞在我这儿 我是爸干的 都跟他打不到一块去 许连长 刘副连长不是怎么团的人 你不知道 不知道 实步相瞒啊 是团子从师部 把他给叫过来的 你别看团子啊 是个武将 可他偏偏喜欢这个图书呢 是他把这书呆子调回来 书呆底下些历练里面 将来啊 还要调回团部 你老提他干嘛呀 来 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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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对啊 是不是这书呆子 在团部那儿说了我 要不好端端的 怎么派你胡参谋 到我手枪连来呀 许连长 您多疑了 我这次过来只是律行检查 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来 干杯 干杯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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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了 刘沁林 你好大的胆子 你们想干什么 废话 不许动 我枪子儿可不认人你的军衔 兄弟们 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 千万别动枪 这叫划辩 划辩 你吓唬谁呢 走到今天这一步就不怕掉脑 冤有头债有主 这儿没你的事 你靠边站着别出山 否则我连你一块儿毙了 徐茂发 今天晚上我就让你死得明白 这些年弟兄们全都被你坑苦了 大家为你流血卖命 可是没有吃过一次饱饭 拿过一次足享 我们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今天我们就要杀了你这个狼心狗废的 你出我们心中这口恶气 慢 徐连长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这么对他 吃空想 苛扣伙食费 还用假银元代发军饷 你放屁 你个小白脸的 你血口问人 任连长 话可不能乱说 你有证据吗 证据 这个账本就是最好的证据 去年肃签一战 我们连一共震亡五十七人 后来食补三十六人 徐茂发他虚报有五十人 他一个人吃了十四个人的空想 我们连每人每天大米定量是一斤七两 可实际上下锅的只有一斤二两 豆油每人每天是六千 可每天只用去三千 肉 蔬菜 能克扣的他全都克扣了 他和那个军需官一个鼻孔出气 钱都到他俩摇包去了 姓刘子是你记我在黑证 黑证 黑证 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清楚的账了 我们弟兄们已经五个月 没拿到军饷了 你告诉我们是去镇济灾民 可实际上呢 都用来走私香烟和木材了 刘副连长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不报到团里去 揭发他的罪行 我报告了 可是团部迟迟没有回应 徐茂发他也是立过一点功的 所以 团座对他有点互端也是很正常的 那在你的印象当中 韩团长是寻思舞弊之人喽 实不相瞒 我这次过来 就是受韩团长之命 进行案发 把这所有的事情查一个水落石出 如果情况属实 将严惩不淡 谁相信你 你们当官的 都一个鼻孔出气 你们刚才还在一个桌上喝酒呢 还想哄我们 然后秋无散仗 我们不是傻子 对 我们不是傻子 那么我问大家 你们相不相信韩团长 如此看来 大家还是相信韩团长的 那么好 那么好 现在我们就把徐茂发给紧闭起来 让兄弟们去做个证人 对徐茂发的处理 由韩团长来定夺 你们觉得怎么样 今天我实话告诉你 我们已经心灰意冷不想干了 杀了他 我们就远走高飞 对 对 不干了 不干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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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话跟你说 胡大帽 胡大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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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你 你 怎么 我们 你 不是真空区了 不过 我想我们早晚能够找到 兄弟 据我所知 前段时间 据团案里刚刚处置了 一个通工的士兵 叫顾复迷 这你知道吧 你连这都知道 你就不怕这件事情 遭漏风声 上面下来追查你 怕什么 大不了跟他们拼个 于死网破 但是这种一无所获的 于死网破 你觉得值吗 照你这么说 我们就继续忍气吞声 这样一条道走到黑 兄弟 按我说的 我们先把那个兴讯 给处置了 其他的前级兴尸 你到底是什么人 选择 一个人看日落 星达 天地忽然安宁 昨日几乎潮起 昨日凄日照涌起 天地忽然安宁 天地忽然安宁 昨日几乎潮起 去那年的夏天 那里有个故事为完整 我想再次遇见你 握你的手不放弃 从此后学会珍惜 看过太多风景 我不会太在意 风雨袭来时不躲避 路再远依旧向前行 我是真的想回去 去那年的夏天 那里有个故事为完整 我想再次遇见你 握你的手不放弃 从此后学会珍惜 我是真的想回去 去那年的夏天 那里有个故事为完整 我想再次遇见你 握你的手不放弃 从此后学会珍惜 我想再次遇见你 握你的手不放弃 从此后学会珍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erse要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